四年一次的德国大选,调子已定 不出意外的话,默克尔将迎来自己的第四个总理任期 用一些德国媒体的话说,这是一次无聊的选举 因为默克尔赢得没什么压力 但同时,相较于四年前超过40%的支持率 默克尔为首的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加基督教社会联盟 此次只赢得33%左右的选票 下跌9%左右,创下东西德合并以来的历史最低 传统大党,以往与联盟党联合组阁的社民党 SPD,则只获得了20.4%的得票率 创二战以来的最低 更出人意料的是,以反欧盟、反难民等为口号的 右翼政党选择党,AFD,获得了13%的选票 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要知道,在此前德国媒体的报道中 普遍认为这个党仅有可能获得5%至6%的选票 刚刚迈过进入议会的门槛 法国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勒庞也给他们发来了贺点 联盟党为什么会丢掉这些选票 德国的右翼势力会抬头 给默克尔造成真正挑战吗 大选过后,这些问题可能更有看点 长期在德国工作生活的倒霉二马给我们分享了许多见闻 或许会带来更多不同的视角 以下是他的讲述 选举 此次大选后,有资格进入议会的政党共有6个 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这跟德国的选举制度设计有关 德国采用的是一人两票的混合选举制 稍微有点复杂 简单来说,议会的656个议席 被评分为两部分 选民的第一票投给选区的候选人本人 代表选区利益 这样的投票结果会选出328个席位 第二票则投给自己认可的政党 但这个党 不能跟第一票选的候选人所在的政党 同时 只有获得超过5%选票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 选民选出议会政党席位后 议会再进行内部选举 通过联合组阁等方式构成政府 比如今年的联盟党 获得33%的席位 第一大党 但是显然 必须通过拉拢其他政党的形式 获得议会超过半数的席位组阁 此前 联盟党经常与第二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 但今年 社民党已经明确表态要当反对党 因此有媒体分析 德国甚至有可能二战后 首次在政府中迎来右翼政党 德国的选举制度之所以这样设计 是为了避免再次选出希特勒市人物的历史悲剧 一个人选两个政党 避免了一党独大 也避免了能够煽动情绪的候选人上台 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总统制国家 总统顶多连任两届 德国实行内阁制 法律不限制任期 总理可以无限连任 这样的政治安排跟德国特殊的议会选举制结合在一起 就非常利于大党稳定的长期执政 遏制了小党或者新兴政党崛起 但六个政党进入议会 以及右翼政党崛起的现实 意味着长期稳定的政治传统即将迎来变局 这场变局 相当大的原因 可能就在于默克尔面临的最大挑战 难民 难民 根据德国之声 2015年 德国的难民数量在110万人左右 德国财政部内部预测 2016-2020 德国可能平均每年要新接纳50万难民 总数达到360万 这些难民大多来自中东和北非 阿尔及利亚 叙利亚数量最多 伴随难民而来的是社会问题 比如最近有一个很轰动的新闻 一些德国的低保人员因为捡瓶子去卖钱 被判处了300多欧元的罚金 因为按照德国的法律 这些瓶子不归他们所有 所以钱也不是他们的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 许多德国民众感到愤怒 在他们看来 这些人没偷没抢 自食其力 为什么要罚款 他们的理由是 反观难民 不仅住在难民营时速不愁 每个月还有320-350欧元的零花钱 这些钱乘以难民基数 可想而知公共财政多出来的开支有多大 还有件事 由于信息保护 德国很多数据没有联网 有一个难民就用了12个假身份 在12个难民营注册 骗取了4万5千欧元的补助 32万人民币 这还不是个例 有数据显示 光是北部小城布伦瑞克 就有300多起类似的骗保的立案 难民骗取金额超过500万欧元 还有更夸张的 比如 一些难民要求做假牙 但他们不纳税 费用也要由德国的公共医疗负担 结果呢 光在巴弗州一个州 难民做假牙就花掉了几十亿欧元 又如一对老夫妻把房子租给两个阿尔吉利亚难民 等房子还回来时 发现不仅电器坏了 还因为用水过多被罚款 查了半天 才知道 这两个难民在家里开了个洗衣房 另外一则新闻里 一名难民 一个月的出租车报销高达3600多欧元 要知道 德国打车蛮贵的 普通人都舍不得打车 问他原因 竟然说是不认识路线 需要打车上下班 但仔细一查他的票就发现 大部分根本就不是上班时间 大家知道 德国德国最低收入是1200欧元月 但税收却极高 比如 税前2000欧 税后大约只有1500欧 我一个朋友在罗兰被革 税前5500欧 拿到手只有2300欧 再加上德国退休年龄不断延后 未来可能要到67岁才能退休 因此 不少德国人认为 自己纳得税 以后根本享受不回来 至于难民涌入后的社会治安问题恶化 国内已经可以看到相当多的此类新闻 比如柏林圣诞市场恐袭 26年最严重 科隆性侵案等等 从我个人的体验看 2012年我在柏林 当时德国人告诉我 可能会遇到小偷小摸 但冥抢不太可能 但从2015至2017年 中间也就隔了短短几年 我自己周围的朋友 都已经遭到了几次抢劫 现在 柏林的警察已经不太受理偷窃案件了都 柏林破案率也就10%左右 其他地方可能更低 德国的联邦刑事案件局数据显示 在所有的刑事案犯中 大概20%有难民背景 犯罪比例比德国民众高得多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此次有大约100万选民倒戈 转向了右翼政党选择党 矛盾 事实上 最初 默克尔也是坚定反对难民的 从不肯轻易开口子 而在2015年7月的一场谈话节目中 一名巴勒斯坦难民女孩表达 想留在德国生活的愿望 默克尔以一番大道理冷言回绝 女孩当场痛哭 恰逢那张小男孩死在海滩上的著名照片 默克尔随即被痛批铁石心肠和冷酷 而他所在的政党的民调也一直下降 默克尔说 你们不能都来 为了挽救民意 作为欧盟第一经济强国的德国 做出了接受难民的决定 并且在此后的公开场合 默克尔数次表示 不会给难民数量设上限 但默克尔显然没有料到 这场危机公关的后果如此严重 在难民融合上 德国社会则显得如此无力 涌进来的大量难民 大部分不懂德语 不愿工作 德国人花钱让他们学德语 不去 让他们去工作 他们就游行 说自己是默克尔请来的客人 不应该干活儿 逐渐成为社会闲散人群的群体 两方的心态也决定了沟通的困难 德国的文化本就冷漠 少有童话的传统 外来族裔本来就很难融入 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 我都接受你们这些难民 给你们稳定的生活了 你们应该感激我呀 但难民们并不买账 他们认为 如果没有北约往中东输送战争 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难民 因此 难民并不觉得德国人是他们的恩主 认为德国人欠自己的 就应该这样在德国吃喝 本来 德国还指望通过引进难民 解决一定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甚至他们以前的调查数据是 难民中10%以上都是高素质人才 剩下的大比例也是中等教育以上 可以工作 但事实上等难民进来才发现 根本不是如此 有超过10%的比例都有前科 等于引进一大批不安定因素 右翼 对于这场没有多少悬念 甚至被媒体称为无聊的大选来说 选择党这个最大的赢家 衍然成了唯一的热点 他们被反复炒作 贫上头条 毕竟 这14年前刚刚建立的政党 在上一次大选时 得票率还不到5% 提起右翼势力 一般人能想到的大概就是德国的新纳粹 美国的三K党 或是日本的极端军国主义势力 在德国则有一个很有名的Petiton 欧洲反伊斯兰化 运动 不少是社会底层的极右分子 主张以严厉的措施限制欧洲的外来移民 但是选择党不同于此 无论是发起人还是核心成员 选择党都不乏高级知识分子 有理论 有观点 这次大放异彩的女候选人爱丽斯威德尔 媒体就评价她是一个穿着民族主义外衣的世界主义者 步入政坛前 她是高盛 安联等跨国企业的经济分析师 毕竟 按照德国法律 煽动民粹属于违宪行为 极端的民粹主义根本不可能组建政党